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与巴仙蛋潮人频道 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测试我们的燃油啦 第三种品牌的燃油,shell 然后我也不分上下集了 然后就是一次过两桶的油用完了之后 再来给我们的一个它的这个result 我们shell的两桶的油的都用完了 OK,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到这个剩下两种油嘛 PATRON跟CALTEX CALTEX的话我们这边的油站真的是比较少,比较难找 然后PATRON,现在我这边附近只有PATRON 所以我在PATRON这边打油 打我们的这个满钢 shell的用完了第二桶之后的满钢 OK,现在我们来去打油吧 OK,现在我们的第一桶的shell的油呢 也跑完了 现在跑的是471.45公里 中里数来到了205.2572 现在我们就来打第二缸的这个燃油 这个显示的油耗是6.3公里 好像比平时的高一点 所以打看吧 满钢是多少钱 现在我们已经打完油了 现在我们这一桶呢 是用了33.22L的油 可以跑了471.4公里 平均的油耗呢 就是每公升呢 14.2公里 这个油耗呢 大家觉得怎样呢 我们的shell的油呢 第二桶的油呢 也快要走完了 现在跑了400多 阿爸,你又要打架啊? 没有 现在我要打的是 PATRON 应该 剩下PATRON跟 CALTEX两种油 还没有 呃,我们的这个PATRON呢 以前的名字是叫做 阿SOP跟Mobile 这两个公司 被这个PATRON公司收购了 OK 这个我们PATRON的95的燃油呢 它叫做BRANCH 现在今天我们要来打它的第一桶的油啦 同样的是3次STOP OK,现在我们的这个 第二桶的 shell的油呢 跑了436公里 OK,我们的总理数来的25508 OK,然后我们的这个 32.189 OK,花了66块接近 OK,这个 这个燃油的表现呢 大概就是 OK,如果是照着它这个 这个公里数来算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平均的油耗呢 是 每公升 跑13.5km OK,这就是shell的燃油表现啦 大家觉得怎样呢 OK,然后大家期待一下我们 的PATRON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接下来的测试的话 请记得订阅,点赞,按赞 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现在我们的燃油测试呢 已经来到了 第四种的燃油PATRON OK PATRON是才刚刚打的啦 然后前面3种的油呢 我第一个用的是BHP啦 因为我平常用的就是BHP 但是第一次去观察它这个燃油的 驾驶情况啦 然后 so far 我用到 目前为止啦 最好架 最有力的 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最好架的就是 PATRONUS的油测 它是叫做PRODRIVE啦 95的 OK 然后 SHELL跟BHP的两个都差不多 它的 然后 现在 我就来看一下这个 PATRON的 会不会 表现会 会不会更好的还是怎样 eh 1 1 2 2 3 5 5 2 4 4